脑子有病的人才会创业 这是我以往的想法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那么我觉得你应该认真看完我这个影片 因为这绝对会 肩负你的认知 在本期的内容 我会向你介绍什么是Solopronor 以及介绍一位 我个人觉得 你值得关注的个人创业家给你认识 2025年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创业项目吗 心灵治疗 懒人经济 宠物经济 都不是 我觉得在2025年 会真正崛起的创业项目是 我们所处理的时代 现阶段科技已经成长到一个 让人感到担心的时代 加上AI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几乎每个产业时不时的 就会被AI取代或者是颠覆 加上现阶段的远距离办公文化 已经对我们所处待的时代 偷偷埋下伏笔 同时它正在慢慢改变创业这个行为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 创立一门生意 就是一个传重并且复杂的事情 如果你想开一间奶茶店 那么你就先需要准备 起筒资金来租店面和装修 之后再聘请员工来帮你 然后你还要负责很多的琐碎事情 例如行销啊 后台管理啊 公司内部的文书工作等等等等 在这个科技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 创业已经不再需要 巨额资金以及庞大团队 一人创业成为了越来多人实现 财务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所选 因为它灵活低成本 并且允许你将你的爱好 转化成一个生意 那么什么是一人创业 一人创业 Solopono 顾名思义就是 个人独立运营的一个创业项目 创业者扮演多个角色 包括产品开发 营销推广 销售和客服等等 一人创业的最大特色 就是灵活性高和成本低 特别适合那些刚起步 资金有限但充满创业的人 又或者是拥有专业技能的人 近几年北美创业圈也出现了很多 依靠一个人就能创下百万 甚至是千万业绩的公司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自身都有一个专业技能 这个技能可以为其他人解决问题 然后他们开始经营社交媒体 分享专业知识 来吸引有需要的潜在客户 通过帮助这些潜在客户解决问题 从而获得报酬 Solo Bruno他们不再需要团队 也不会聘请员工 而是通过科技工具和自己的技能 来运营一个完整的事业 Solo Bruno的业务其实可以有很多种 例如创立自己的电子书 销售自己的课程 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甚至是建立会员订阅系统 这类创业者的成功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进步 让一个人也能高效地完成产品设计 销售到客服的所有环节 你说这个不就是freelancer吗 会有工作者啊 不不不不 Solo Bruno和freelancer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些常见的误解 第一业务模式或者是说工作的模式不同 freelancer更像是一名自己的工作者 他们按项目收费 比如写作 设计 coding 等等 我身边有很多freelancer 他们的工作模式 更像是把时间当作成本 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愿意用8个小时来上班 那么一个客户就会占了他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么他一天可以接下最多4名客户 以此来达到他想要的收入结构 而我刚刚说过Solo Bruno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个完整的生意 比如卖产品 或者是卖课程 或者是卖服务 我们就以平变设计师为例 除了常规的帮助客户完成基本的设计需求 那么他在空闲的时间呢 也会设计不同的插画 然后将这些插画整合到一个云端作品机 再推出一个订阅之服务 让拥有插画商用需求的客户进行付费订阅 那么他就可以靠着时间的积累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品牌 或者是其他的生意模式 长期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获取最高的利润 那么话说回来 为什么艺人创业会越来越成为趋势 以下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三个重点 第一 个性化品牌的崛起 传统的企业往往以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的SOP取胜 但现代消费者其实更注重的是 品牌的个性以及价值观 他们希望的是与品牌背后的人产生连结 而不是冷冰冰的公司 而SOP取胜本身就是品牌的化身 创业者通过展示自己的价值观 技能甚至是生活方式 吸引了拥有相同兴趣和需求的受众 例如个性化的内容创作者 像是YouTube或者是Instagram上的内容创作者 他们的粉丝追求的 其实不仅仅是产品 而是创业者本身的生活故事和价值 SOP取胜通过真实直接的互动 例如社群上的回应 更容易的建立信任感和品牌忠诚度 这意味着SOP再也不需要与大公司进行竞争 而是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慢慢的建立粉丝群 并且从中赚取收入 第二科技的发展 人工智能 自动化技术和低准稳的软件服务 正在重新定义创业的可能性 这些工具让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往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AI的工具应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例如ChatGBT、Canva等等 这类型工具可以让创业者能够轻松的撰写内容 生成设计 甚至是分析市场报告 而其他如Notion、Xavier、Cello等等工具 可以帮助创业者高效的管理时间和任务 即便是复杂的销售漏斗也能够通过自动化软体处理 那么试想想 过去创业需要高昂的办公室租金、人力成本 如今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个互联网 创业者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功能网上的在线事业或品牌 第三就是全球市场的连接 让资讯传递的难度降低了 互联网让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现在一个生活在亚洲的Solopunner 也能通过互联网 为欧洲甚至是北美的客户提供服务 甚至不需要离开家里 一人公司可以轻松进入全球市场 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 进入全球市场就意味着潜在的客户数量成倍增加 使用美元或者欧元作为收入来源 更可以有效地提高收入水平 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依然没有头绪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位北美的创业家 Justin Wells的一个创业故事 Justin是一位成功的个人创业家 以及商业导师 以他在独立创业领域的成就而闻名 他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从企业的高管到独立创业家的转变 如今他每个月的收入是13万美金 Justin曾在两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担任高管 但是他在2019年因为工作压力和精神问题 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恐慌症 出院后他重新省视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决定追求个人创业 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时间和生活方式 他不再聘请员工 而是专注将整个工作流程义务化 他最主要的两个平台 就是Linked以及X 这两个平台分别坐有65万以及50万的追踪人数 而根据他自己在采访中表示 他在2022年创下170万美金的营业额 而在2023年则增加至250万美金 这些收入其实都来自他的三个产品 第一就是电子报 Justin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创业家 他通过在社群平台不断的输出知识 建立用户信任 然后让用户订阅他的电子报 之后他会在电子报内容安插赞助内容 也就是业配 帮助商家与他的读者建立连结 从而获得利润 第二个产品就是数位课程 Justin建立了一个价值750万美元的独立业务 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来自于他的在线课程 以及数位产品 他的课程如LinkedOS ContentOS和Creator MBA 专注于内容创作以及社交媒体的策略 这些产品每年可以为他带来130万美金的收入 在5年内为他创造了超过500万美金的收入 其他的收入来源则来自于他一对一的导师 或者是顾问相关的业务 从Justin的创业故事我们基本龙说了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选择一个你有兴趣的领域 持续通过创作来输出价值 Justin是一个积极分享的人 他除了在社群输出内容 他也会帮助其他创业者建立个人品牌 而他提倡通过讲述个人的故事来引发共鸣 他的创作以及持续创作的能力 是业内许多专业人士的榜样 第二就是善用工具 作为一人公司 Justin几乎没有雇佣任何一名员工 他通过AI以及工具就能够应付他每日的工作流程 而他每个月的成本支出只有区区的600美金 是的你没听说就只有600 他每个月只需600美金就能够创收13万美金的月收入 这就是品牌以及永续收入的重要性 第三坚持创作坚持创新 在如今资讯爆炸时代能够持续的输入自己的观点 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坚持的事 坚持的过程就像浇花 未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我们依旧需要每天坚持浇花 直到他吸收足够养分的那一天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内容分享 并且想要了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艺人创业家 请记得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接下来还会介绍另一位 对我影响深远的个人创业家 Lenco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 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成立一人公司 我们参考了过往的几个成功案例 以及失败的案例 总结了以下三个特点 如果你拥有其中两项 那将会大大的加速你个人的创业速度 第一自律的人 如果你能够自律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和任务 那么Solo Bruno很适合你 个人创业代表的自由 其实就是自律 如何确保你可以在还没成功的日子里 日复一日的坚持工作 同时忍受可能长达数个月的零收入 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一直日复一日的坚持 也是所有初创创业家都会遇到的第一个关卡 第二善于学习以及适应变化的人 科技和市场瞬息万变 Solo Bruno除了需要快速的学习新的技能来保持竞争力 实时检讨自己的生意模式以及市场需求 并且做出调整才能够永续经营 第三有明确的热情或者专业竞争的人 无论是写作摄影还是教学 只要你有一技之堂 你就可以成立属于自己的一人公司 然后将它转换成一个可以持续为你创造收入的事业 就像Justin的例子一样 找出一个你即使没有获得任何报酬 都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兴趣 这是成功的第一关键 然后通过时间的积累来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人公司 那么最后你觉得你自己适合成立一人公司吗 还是你对Solo Bruno的生活感到好奇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不同Solo Bruno的故事 那么就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接下来还会有几个不同的一人创业家的故事 等着与你们分享 订阅按赞加分享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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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